奥特曼玩具我们真的是玩的太多了 不过今天路子爷要开箱的这几款 奥特曼变形玩具 我估计你们绝对没玩过 1 2 3 4 这些都是路子爷从某宝上搞到的一些 奇葩的奥特曼变形玩具 如果今天开箱的这四款你们全部都玩过 那么路子爷今天 立马叫你们去生大爷 第一个 奥特机车 从前面看的话还比较正常 是我们的太假奥特曼 没错了 但是 当你翻转身子看到它背后 你会发现 原来带了一个小书包 里面装了一个小读人车 看这个样子有点像上班族啊 天天没个小读人车 按照它这个玩法就是可以将奥特曼形态 从简单的变形最后变成魔兔车 变形之后你还可以吹着它跑 不得不吹呀 这个设计真的是蛮拉风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奥特曼在追怪兽的时候 突然变成了魔兔车的形态 追着怪兽满地球的跑 那姿势绝对好玩 起初我也是这么感觉的 但是没想到 我根本没有get到设计师的点 仔细看你就会发现 奥特曼的身上还有一个握把 下面有一个座椅 也就是说 它变形之后并不是给自己用的 而是让别人来骑的 将你其他的小玩具给它扣上去 诶 这样它就可以带着到处跑了 堂堂光之国的计算人 就这么被人骑了 不知道奥特之王看到之后 会是什么样的想法 叹叹叹 你感动吗 如果第一个还算比较普通的话 那么第二个 绝对可以尖叫你的下巴 卡甲奥特勇顺 跟这个名字你就感觉很好奇 难道它俩也联动了 外形是银河奥特曼 这把刀又算怎么回事呢 海亚勇士 就这么简单联动了 你们可以猜一下 它变形之后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 你没看错 简直不能用简单来形容 就这样就变成了一个 所谓的龙形态 怪不得它都没有带说明书的 这也太幼稚了吧 不过这个也是它的第一种形态 它还有第二个 别眨眼很快就可以变形好 两腿一收 后腿抬起 它就变成了一辆四汽车 这样的变形效果你给它几分 最后一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这个超级巨无霸呢 是5辆奥特曼的战车组合而成的 高速达到了35厘米 旁边还有一把欧布瞬剑 我猜想啊 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欧布奥特曼 在分拆之前呢 我就让大家先来猜一下 它是由哪5个奥特曼组合而成的 大家呢 可以从它的手 脚 以及身体的各个部分来猜一下 下面两个脚 看一眼睛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杰德 这个应该是奥特曼 左胳膊 欧布 右臂 罗索奥特曼 今年肯定就是赛罗了 这5辆小车呢 除了可以合起身刚才的巨无霸 它还可以单独变形 机器人形态 只需要将两个手臂和两个腿 拆开就可以看到 脱脱的杰德奥特曼 没错了 剩下的也是 欧布 奥特曼 罗索 赛罗 小伙伴们 你们听说没 GD小麦布又出来一款奥特曼 都中了抽奖玩具 据说也不仅可以抽到奥特曼的变身器 而且还有奥特曼的绝版卡包 走 我们这就看看去 诶 老板老板 这个就是小学生最喜欢玩的 冬冬的抽奖玩具吗 有多少钱一次啊 一块钱一次 这都是里面的奖品吗 没错 你猜对了 老板老板 那我先来一次 先猜这个吧 比较还有百万现金 老板老板 这怎么是一个棒棒堂啊 不是穿好的奥特曼玩具吗 后面还有大奖的 继续猜吧 这东西哪只一块钱啊 老板 你这有点黑心啊 算了 再谢谢你一次 诶 这怎么又是一个小玩具啊 一个鳄鱼 诶 不对不对 里面还有一张纸 诶 四十九号 老板老板 十十九号是什么玩具啊 二十块钱 力气还不错 四十九号就可以做二十块钱 那我要是抽了一号 得吃多大的奖啊 老板 六十块钱 我全猫了 这一次我们就戳特曼家的头吧 诶 这里面没有玩具 只有一张纸 我们看看十几号 诶 二号 老板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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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什么奖品 二号啊 来 我给你找找 哦 是这 这是啥呀 老板 这有不到橡皮擦 蛤 就是一奥特曼橡皮啊 你知道二号怎么比四十九号还便宜啊 算了 继续擦 提加 一个蜘蛛侠 里面有个小纸条 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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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十三号啊 哇 十三号玩具可好玩多了 这又是啥呀 老板 这么吵有什么好玩的呀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么好玩你居然不要 那我留着哦 诶 别别别 老板老板 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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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帅了 这次又被坑了 我还是把剩下的赶紧拆完走吧 接下来就拆这个 哇 老板 老板 一一得奖 老板 一一得奖 快快快快 是不是这个特定家的变色机啊 这个 黑钻猫啊 这还不好吗 一百块钱呢 哎 黑钻猫也不错 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好卡吧 啊 怎么只有一包卡啊 还是运元猫 这就用一套S2卡 老板 老板 你在用哪坑啊 老板 老板 老板呢 啊 完了 又被坑了10块钱 奥特曼薯条里 竟藏着大宝贝 打开之后 不仅有好吃的薯条 更有趣的是 里面竟然还有迷你奥特曼公仔 限量款迪迦奥特曼 黄金怪兽 格莫拉 每一个都价值不菲 据说小学生都抢疯了 要说呀 黄金版的迪迦奥特曼 我们可是见得多了 很多毛口里面都会有它 不过呀 黄金版的怪兽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 就连在二手平台上 黄金版的格莫拉 都比迪迦奥特曼要贵 我 谁得信 难道说现在大家都不喜欢 迪迦奥特曼的吗 全部买来了 原本口味 牛肉口味 番茄口味 险下口味 各式各样的都有 老板说呀 这里面必出玩具 但是军迹要抽到啥 那就赶紧的运气了 这么多 应该吃哪个呢 就你了 险下口味的 我最喜欢吃了 就是不知道啊 这里面能拆穿什么样的玩具 一大包薯条 一大包东西 拌鞋酱 鞋子 还有一个锅呢 怎么 诶 不对不对 这口味可不简单 里面还有一个怪兽 这是啥呀 怪兽汤吗 这咖啡会是奥特曼今天的晚饭吗 诶 诶 去不下来 挺好玩的 没想到怪兽也出美食班了 看看里面的薯条 会不会也是奥特曼的 很简单嘛 嗯 吃起来还不错 比如上面有哪辣辣的 继续摘 这一次我们就搞一个 圆味的吧 诶 这里面也有 还会有点小 是猪带奥特曼 穿着个利衣服 差点没认出来 而且手里面还帮着一个富士山 确实打算去哪儿呀 该不会是想搬到光之国 当旅游行点吧 这一介道他们 有点调皮啊 诶 是西姆们 旁边还放了一个大蛋糕 可惜呀 又是一个普通款 唉 今天运气好像不怎么正啊 重蟹餐 咦 好东西好东西 是支盾 而且还是银色版的 瞧瞧做工 虽然长得小 但是橙色很漂亮 这个呀 绝对是一个隐藏款 接下来这三个有希望了 诶 怎么好像没东西呀 诶 原来是黄金欧爆的麦啊 这么小 差点没认出来 黄金传说 终于被路线给找到了 你们就说 帅不帅 背后两个了 我得赶紧把它拆了 一定不是黄金版的 今天的欧妻是一出来了吗 黄金之盾 一金一银 站在一起还有点像金角大王 银角大王的感觉 你们就说像不像 最后一个 这个有点搞笑 是粗袋的吧 可是你看 它的背后是什么 一个贝壳 长岛温泉 这一个是泡温泉的时候 被贝壳给夹住了 完了 这要是回到光之国呀 肯定要被六兄弟给嘲笑了 这运气也太倒霉了吧 前几天我在网上买奥特曼卡片的时候 有一个标题直接把我震惊了 老板傻了 真的受 看到这个我就很好奇 老板到底要送什么呀 点开才发现 诶 原来是奥特曼卡202 二连福袋盲盒 20个福袋必出奥特曼三周年 一个福袋是28块9 20个也就是578 三周年才358 这 老板一点都不傻呀 我看买奥特曼卡的人才是傻子嘛 下来了 钱不钱的不重要 我就想看看 20个福袋必出三周年 到底是真是假 不 到货了 我估计老板好出头发都想不到 现实中居然有这么实在的人 我不是买的20个福袋吗 你看里边装的啥 一个洋艳版B套装 一盒黑蒜猫 还有这么多闪卡 有团奇版的 经典版 还有荣耀版 那是没找到一盒三周年 唉 算了 如果这里面能拆出来什么好卡的话 我也就不追究了 来 先看B套装 又是一个铁盒子 两张XR卡 都是折桃他们 是猫卡 这下的就是我们熟悉的SSR卡了 老样子 先看卡包 一张XR 两张红GP 虽然是有 但是我都有了 要是一张透霉卡 哦 这个劲爆 两张LG2 一张红GP 太佳了他们 晒罗 两张红GP 卡米拉 盖亚 还有个赛文家 孟比游斯 哦 XR卡 5G王 然后G2卡 人造机甲晒罗 这个好丑啊 最后一个红GP 再拿 四包卡 总的来说还不错 剩下就是一些SSR卡了 都是很门的 直接过 猜出来的这些卡虽然不错 但感觉也是中规中矩的 放在福袋里面是真的亏 还不过直接去买的 接下来我们再开这个黑蒜盘 底面的这些SSR卡 根本不值钱 所以你就相当于 100块钱买的两包卡 50元一包 你们觉得亏不亏 同意我说的 扣扣1 不同意的扣扣2 再看这一包 SR卡 无线赛罗 XR卡 雷奥奥特曼 有人这张卡 还买什么羊眼版啊 剩下就是LG2卡和GP卡了 一包50才出来这么些卡 感觉还不错哦 这些卡拿出去 我估计能卖个20块钱 也就是说你直接亏80 行不行 最好玩的 其实还是在这些散包里面 80多包 只要拆到一张好卡 我们就 追回来了 我们先从这里面 抄出来价格比较贵的卡 价格贵 暴力消费也高 哪泥 我没看错吧 五元一包的传绩版 只有一张SR卡 老板该不会给我的 是假卡包吧 SSR SSR 终于来一张UR卡 黑暗炸鸡 我还以为都是废卡包呢 USR卡 纳产新人 USR 左飞千名卡 火头将军 又来一张UR卡 不要高兴太早 飞的是不要高兴太早 确实是 连续暴击 最后还有三包 还是两个不同的版本 呜 雷波特斯 雷波特斯 都是什么奇怪的人啊 哇 最后一个 来了个 ZR卡 吉加奥特曼 空中型 最后一包还比较给力 其他的两包都是一些啥呀 你们认识吗 剩下就是一些一元猫和两元猫了 这就猜起来没意思了 这一次不带 绝对喜有亏啊 我再也不乱买了 李宗野